算的話呢我們就 來就是比如說我做完這個 那如果我想要 再把VBA我們今天講過了要不就是直接丟公司 要不就找VBA裡面有沒有更好的函數可以解決 後來發現真的沒有一個函數可以 完美取代 DATIF的 所以呢如果像這種例子怎麼辦 乾脆直接丟公司算了 因為真的沒有別的如果有的話我會把它拿來講 所以直接輸出輸出的話一個清除 所以這個應該前面都做過了 這個請各位一定要務必要練習 他概念非常簡單 按下他自動把剛剛的公式丟過來而已 寫法的話應該我們也寫了很多遍所以我快速講一下 把VBA打開 加一個module 插入一個年齡 有沒有然後呢並且怎麼樣 這樣把 這一個 範圍for I等於第幾列到底列給他第15 到第19 但你可以向下追蹤不過向下追蹤可能你要把 這邊這個多餘的東西要把它刪掉 因為如果你沒有刪掉的話 他會變成Ctrl向下 他追蹤到是20列 那這個東西本來是不存在的 所以只是因為我們 為了說明所以這個可能拿掉Ctrl向下 至於怎麼追蹤請各位自行再看一下之前的 解說 然後呢我們先用那個固定範圍for 15 到19 然後接下來應該要記得吧輸出到哪裡 所以我就輸出到 那個什麼 第H列 H欄 所以就打一個Sales 這個你如果實在 記不太起來 一半就用把它先把它當公式背起來 OK 差不多寫法 所以有時候我都很直覺的 反正就等於什麼呢 先給它兩個雙以後 後面的話就再把公式貼過來 OK所以以後做法差不多嘛 就把這個公式 那可是問題 這個公式非常冗長 那所以我第一個先把它複製 那也是兩個原則 第一個原則就是怎麼樣 要把它的雙以後變兩個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什麼呢 透過那個 我們那個 可以用記事本 如果你要有其他 像握的也可以啦 你把它取代一下 那記事本的話在副使用程式裡面 找到那個記事本這個 那你把它貼上 再用取代 取代我希望 Ctrl 加 H 這樣比較快 Ctrl H OK 有時候可以記下快速鍵 雙以後變兩個雙以後 全部取代 OK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把這個15變成 I 15變成 I 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做貼過去做都可以啦 然後你就是 我剛才把它貼過去 複製 然後接下來的話就把它貼到這個 這邊 雙以後所以把它移過來 那如果移不過來 表示優標還在這邊 取代一下 因為有時候 這邊忘了把它取消 你會點不過去 把它拉過來 把它貼上 但是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字串太長 太長怎麼辦 待會再講 那15的話呢 有沒有 把它變成 雙以後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加一個 I 然後把它 空白 空白 這個都做過了 OK所以如果你忘記回去自家看影片 所以有些動作做過我就比較快的帶了 因為我們可以比較節省一些時間 可以再多講一些 OK 把它貼上 其實我之所以會把影片錄下來 或做雲端 其實主要還是希望 讓我們上課效率能夠提升 上課品質也要提升 這很重要 因為如果每次都沒有那些東西的話 很多同學會跟不上 跟不上可能 在之後就 就擔心就 跟不上就不敢來上課了 然後越上人越少 我就覺得奇怪怎麼人越來越少 人跑到哪裡了 對 所以後來跟著把影片錄下來 大家 至少跟上了 不然說這種東西 真的太難了 聽一遍你就聽懂了 那你真是天才 所以大部分都不是天才 所以都離開了 剩下 天才沒幾個 OK 不過我主要目的是希望大家都學會 那如果說 如果沒有這些東西的話 我變得要上很慢 然後又上不了多少東西 大家可能進度會沒辦法 所以我要取一個 折衷點 OK 好 最後的話記得 這個地方都沒有問題了 你就執行它 應該也OK 我們試一下 我做兩個按鈕 清除 輸出 沒問題 但是這邊會有另外一個衍生性問題 就是說 這個公司太長了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變兩行 我好像有講過了 你不能說隨便 Enter一下 移開 它會變成 它不知道上一行跟下一行接在一起 所以記得 如果你要把它 變同一行的話 有一個原則 你可以先找到end符號 不過記得是 那個串接的end符號 不是裡面的end符號 是我們串接的end符號 那其中一個我的習慣是end符號的後面 空白 的 地方後面一個 加一個底線 underline OK 就是 空白的後面加一個底線 底線之後你這個就按enter 它就會幫你把 前一行跟後一行當成同一行 這個蠻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 你那個程式一寫很長的時候 那你要這樣拉一拉去 不是方便閱讀 所以都會用這個方法來做 記得就是 先找一個 空白 我的習慣是end的後面 end的後面的空白 然後加一個底線 Enter 這樣就OK了 當然你也可以多幾行 如果我覺得 看看個人OK 那就可以把那個 這個地方給輸出了 OK 這樣就VBA就OK了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在再來看那個後面幾個 一對著函數 然後 講完之後都會中了練習 來畫面先換給各位 一下 好 謝謝 谢谢大家